手上的这支镜头有点儿生猛呀 he 大家好 我是胡子盖 我手上是一个围着式的残浮广角13毫米f1.4 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 但是我相信至少刚才的小姐姐非常满意 如果你是一个富士相机的用户 我相信你可能早就已经尝过 至少是听说过这支镜头的点头 没想到作为一个大法的用户 竟然晚了整整半年才能够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残浮大光圈的魅力 虽然我不知道过去的半年 围着式的研发团队都经历了什么 但是我想说半年的等待还是值得的 这支镜头参数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诱惑力 如果你贪心到既想拥有足够大的广角 又想拥有足够大的光圈 还想要自动对焦 这支镜头不用说基本上 它就是你现阶段唯一的选择 可能会有人说了 索尼的10-18和10-20都有更大的广角 对 不过那两支镜头全程只有F4的恒定光圈 我们在拍摄风光建筑的时候问题不大 但是要想拍摄星空夜景就是个地理 另外大家也知道原厂镜头的价格也是非常原厂的 这支镜头它在设计上还是有不少的亮点的 首先镜身上有着和索尼一样的光圈控制环 用惯了索尼镜头的小伙伴应该都不陌生 对这个设计 这个光圈环阻尼也很舒服 采取了对视频拍摄友好的无极调节方案 另外在这个光圈环尾段的位置 就是从A档过渡到F16的位置 还做了一个明显的手感上的区隔 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了 镜头的屁股上也有用于升级的数据接口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镜身上没有一个手自动对焦的切换按钮 这一点比较遗憾 这枚13毫米的镜头用在我这台千年不死的 A6400上等效全画幅差不多是在20毫米左右 19.5精确的说 这是一套绝对轻量化的Vlog装备 我在拍摄模特儿当天也有把镜头接到过 A7M4这样的全画幅机身上 接上去就可以开启自动开启S35的台千模式 还是挺惊喜的 而且在对焦性能上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非常的果断非常的干净 这条视频的片头的样片也是用这个组合进行拍摄的 这真的很难让我把它同负长镜头几个字联系起来 对于一只超广的大光圈的镜头 我其实比较关注两个点 第一就是光圈全开的时候可不可用 第二是机扁控制的如何 下面咱们就用样片来说话 在光圈全开的状态下 画面四周会有肉眼可见的轻微的按角 但我觉得并不影响使用 你只要收缩一挡光圈 按角就基本消失了 镜头的锐度不论是画面的中心成像还是四周 我觉得都相当优秀 可以说是锐不可达 另外因为是13毫米的定焦镜头 制作工艺相对于变焦镜头要简单一些 所以在机变的控制上 我个人感觉这只镜头甚至要比索尼原厂的10-18还要优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画面中砖头的这些线条 由于目前我手边没有索尼10-18这只镜头 所以无法在视频中给大家进行更直观的对比 另外这只镜头的焦外我觉得也还不错 通常这个价位的镜头 焦外光斑会存在大量的就是一圈一圈那个洋葱圈 而这只镜头的焦外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圆润和干净的 考虑到这只镜头的售价和它的素质 我其实真的还挺激动的 一种国产AF镜头就要崛起要爆发的感觉 如果你在使用A6400或者是A6600这类的残服相机 那么你喜欢拍摄风光拍摄建筑拍摄星空 拍摄广角人像甚至你喜欢像我一样拍摄Vlog 那这颗头它绝对会是你的相机的一个绝配 另外这颗头跟HM4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搭档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胡子盖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如果大家看到这颗头的相机也有点好 我们下个视频就会看到这颗头的相机 我喜欢看到这颗头的相机 就会看到这颗头的相机 但是这个颗头的相机就会做了 就是这颗头的相机